大家好我是Renny 今天來跟各位聊這個 水箱的一個散熱系統 不論你是兩輪或者是四輪 其實他們的這個 水箱散熱系統 大概都是大同小異的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水散熱呢 原因不外乎就是引擎的功率比較高 那他產生的熱能需要靠這個 水箱 把這個熱能帶走 那如果是功率比較低的 可能就踩空能引擎 有狀風效應基本上就足夠了 那這整個呢 因應夏天的到來 我們的這個整個散熱系統常會面臨到哪些問題會出哪些狀況呢 今天一一的跟各位來做一個探討 首先呢我先把這個水散熱 這個水箱的系統 依據他這個循環的路徑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我們他的一個這個 心臟部位 大概就是這個幫浦水幫浦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面其實結構很像一個渦輪 很像一個渦輪 然後呢他這個 可以旋轉喔 當然這是由引擎來帶動的 然後呢打水 大概就是結構就跟 我們家裡面的這個抽水馬達 意思是一樣的 你就想像他是一個抽水馬達 那這個水呢經過水幫浦 的打 打水之後呢就產生一個循環 第一站呢他可能會來到這個 應該講我們的水龜 也就是 調節器這邊 那為什麼要這個調節器呢 因為 引擎啊在還沒有達到工作溫度之前 需要讓他能夠把溫度上 提升上來 因此在這個時候呢不宜將水啊 導入到水箱 否則整個系統的水溫啊太低了 有礙於這個引擎喔迅速的達到 工作溫度 在此之前呢所以裡面呢 設計了一個叫水龜 也就是 這個一個調溫閥 一個閥門喔在這個裡面 這個其實他就裝在這個部位 裝在這個部位裡面 那這個閥門呢就來控制他 走這個所謂大循環跟小循環 小循環呢就是不進到水箱 就繞一圈 引擎這樣繞一圈就出去了不到水箱 那等到溫度到了這個設定的溫度有68度有65度 溫度到了呢這個閥會打開 那水道就會進到 就會走到這個水箱 然後再繞回去再繞回去到引擎 那當然這個 路徑這麼長 然後又有水幫浦 其實裡面 會產生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 從水箱這邊來看 他有這個所謂的水箱蓋 加水啦那些都是從這邊 他也有一個附水箱 好我們現在講到這裡呢 我們大家了解一下為什麼這個系統需要水箱蓋呢 因為啊 這個水呢是被引擎給加熱的 因為畢竟他是要幫引擎把熱能帶走 他被引擎給加熱 水加熱之後呢本身會 膨脹 那還有一個水會達到廢點 這幾個一個 物理現象跟這些問題有熱能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可以講的就是說在這個系統裡面 他會存在一個問題 預熱膨脹 以及受熱加壓 怎麼樣壓力會上升 所以他需要有一個東西來調節他的壓力 那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水箱蓋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水箱蓋這邊 常會標記他的一個performance 就是他的一個能耐 就是capacity 大概有0.9公斤 1.0 1.1 1.2 甚至到1.3 那什麼意思呢就是這個壓力 這個乏的這個力道 那等一下我們來講 來細談這個問題 好啦 那他把壓力這邊控制住了以後呢 這個的概念是什麼 就這個系統裡面如果存在著壓力 你把壓力守住了 他攸關到所謂的廢點 在一個大氣壓的時候呢 我們的廢點就是100度 這個部分不會有問題 100度到了 溫度到了 水就沸騰 那我們知道在這個系統裡面 如果今天這個水箱水 水箱金 水箱水產生了沸騰 他就沒辦法循環 因為這個叫汽索現象 水就叭啦叭啦 不斷在冒泡泡 他就沒辦法循環 所以怎麼樣 我們要把這個廢點提高 那在 國中的物理裡面就告訴你 如果壓力越大 可以把廢點越往上提 所以呢他才會去超過 超超過一個大氣壓的力量在裡頭 就幾公斤幾公斤這樣 那 廢點提升了以後呢大概是 105度 110度 120度都有可能 看他的整個性能表現 那也就是說他到了120度 我們假設120度啦 到了120度水才有可能會沸騰 在120度以下呢 他的整個循環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 物理控制的部分 就是 這個所謂 壓力 用壓力來改變廢點 第二樣的東西 也會影響到廢點 也就是水箱水 水箱精的部分 水箱精加到水裡面變成水箱水 那 他呢 這個裡面的有一些化學的成分 他也可以把廢點提升上來 這種東西 你要測試他的好壞 非常簡單 你把他 用這個燒杯 用酒精燈 去做隔水加熱 加熱以後呢 你看他的廢點是多少 廢點越高越厲害 就這麼簡單 這種東西一翻兩瞪眼 我們做以前做過實驗 某個品牌可以到125度 那很多大品牌 你知道的什麼機油商的那種大品牌 品牌越大了通常不怎麼樣 一百零幾度一百一十度就沸騰了 所以 這個水箱精的好壞 水箱精的好壞 跟品牌 未必有直接的關聯 有些小品牌 表現非常非常的出色 那 這兩樣東西可以 決定你的廢點 一個是水箱蓋 一個是水箱精 切記 現在問題來了 在夏天行駛的時候 你常常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的車子好像爆漿 好像吐奶 那 那追查原因有可能是從水稻 出來 有可能是從 附水箱 出來 這部分我們先來 跟各位做一個解釋 剛才講到一個重點 他去控制壓力 水箱蓋去控制整個系統的壓力 他怎麼控制呢 這邊一般人大概很少 能夠 知道的這麼細喔 來我們這邊先看一下水箱蓋的構成 水箱蓋鎖在這裡 我們鏡頭把它拉進來看一下 那水箱蓋 這裡有一條橡皮管通 通到附水箱 他們兩者之間呢 在做一個水位的調節 水掃不過來水多吐過去 他在做一個水位的調節 但他怎麼調節呢各位這水箱蓋 我現在示範一下鎖上去 他需要一點壓力 你要把它往下壓 往下壓之後 轉過去擰過去 就會被你蓋起來了 然後我們來看背面 背面就表示是什麼 這一支管子的洞被你塞住了 被你塞住了 當壓力一直上升上升上升 把它推推推推推推 推的時候推到底的時候呢 這個通路就通了 什麼意思呢 他跟附水箱之間的連結就通了 所以水可以進行一個 調節 水過來 或是水補回去 在壓力沒有到之前 這個通道 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是不相通的 被關起來 所以各位水箱蓋在負責什麼 在負責這一個 這一個 你看喔 我手壓下去 這樣就通了 我把他打開給各位看 這裡 有沒有看到一個洞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裡有沒有一個洞 那你蓋下去的時候 這個會把它遮蔽起來 遮蔽起來 壓力到了時候 他就退退退退 這個洞就通了 這個洞就通了 平常是被遮住了 然後呢壓力到了 把它打開 好各位看到了 好水箱蓋的 用意呢就是在做一個釋放 壓力的釋放跟調節 好 這一部分呢 如果這個出問題你就知道了 你的這個廢點就被改變了 你就很容易滾 很容易爆漿 那 整個系統呢 裡面如果有空氣進去 你也會爆漿 好我們現在來講什麼問題呢 你現在看到這個 只要有鎮壓壓力很大的原廠都會用金屬束環把它鎖起來 如果沒有壓力的 就是說一般的 紫漏的 壓力沒有那麼大的 原廠都會用這種所謂的彈性的束環 所以 這種有壓力的情形束環呢 它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你現在把它鎖緊 可是它經過半年一年 你就發現 這個質地改變了 然後你又可以再鎖緊個兩三圈 那越鎖呢這個就被你壓得越緊 你不鎖呢 它就有可能從這邊滲或者是漏 這個情形是什麼 大概就像這樣 它就從這個邊 我們鏡頭拉近一點 我們鏡頭拉近一點就會從這個邊 慢慢的滲 那 水滲出來你未必看得到為什麼因為這個被引擎加熱 它跟引擎是 同一個東西 鎖在上面的 它被引擎加熱 水一出來遇到熱就不見了 水一出來遇到熱就不見了 那空氣偶爾還能夠進去 你都看不到 但是你只能看到什麼有水痕有水垢 如果這地方有水痕有水垢代表這個地方在漏 好 在漏呢 整台 整個車輛的 水系統有這麼多環節 我們可以做一個基本的側漏 比如說水箱蓋拆起來 水箱蓋拆起來 然後呢我們用我們特製的一個蓋子鎖下去 然後用類似像壓力表 比如說鈦壓表那樣的人可以測壓力的東西 然後呢我們給它壓力下去看它這個壓力 釋放也就是說壓力衰退 的速度如何 如果壓力掉得很快 那就表示什麼 表示系統很漏 那我們就開始查 到底是哪個地方出了問題 所以現在回歸一個問題 只要系統有漏 不見得是漏到水整個跑出去喔 只要是空氣能夠進來 它的廢點就守不住了 也就是說騎起你就會發現它就很容易 爆漿 好像吐奶一樣 啪就有時候地上就是滿滿的水箱精 吐水吐出來 所以這一部分各位你搞懂了嗎 只要你發生這種情形 你10-89就是系統怎麼樣 系統有漏 要不是管束 鬆了 要不就是 水管壁破了 等等 或者是水箱有漏 從這些管子有漏 那我們一項項來檢討 首先在 這個水管的部分 我們鏡頭拉近一點 鏡頭過來看 你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橡皮加上裡面的這個 這個 尼龍 大概都一層兩層 這個白白就是尼龍層 兩層橡皮加一層尼龍 所以它的這個 應該講說它的這個 結構 有限 你看這邊這邊看更清楚 橡皮 尼龍 大概就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構成 那我們看改裝的 各位你看到沒有 我馬上做個比較給你看 差多少 我們的 這個 尼龍層 仿砂層 是三層 然後加上司力控 所以我的結構一定比他好 然後我這種 壓的這種力道有沒有 紮實度你看這個 這個這麼軟 我們這硬的要命 我鎖起來 我的紫露效果絕對比他好 所以這細管這原廠的橡膠管 各位就可以看出差異為什麼 我們這樣 買一整套 你要買一整包 他 原有好幾個部位 所以 這一個也是你的一個 應該講說 冷卻系統的一個性能上面的提升 把這個管子換成更好的 然後這些束環 這種所謂的沒有結構的這種彈性環 這個束環的部分我們全部用高規格的 金屬束環 也可以做一個確保 好 接下來呢 這一個部分 水箱的部分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問題 只要你有爆漿 那再來一個就是溫度 真的是抑制不下來 系統有沒有漏 沒漏 可是溫度卻壓不下來 這個時候你就要思考他到底是什麼問題 你可能要用這種這個紅外線啊或是什麼溫度計 溫度槍來打 就是說他的調節有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一個車 這個水箱系統裡面本身會有一個冷卻的機制喔 剛剛有講到第一個機制 就是所謂的 這個 調溫法 調節法 我們講的俗稱的水龜 他在這個60度呢 或者是65度 大家都會換 低的 溫度低的 讓他提早怎麼樣大循環把熱能帶走 所以這種東西溫度都是越改越低 他是 踩一個膨脹 黃銅膨脹呢 然後這個這邊的法體就會打開 我這個這一打開然後這邊變銅爐 水龜 這是改裝的 第二個 因為先改 水箱改 第二個就有人改水龜 再來一個呢 上面有看到一個 水溫感制器 這個水溫感制器提供 引擎兩個東西 第一個 告訴引擎溫度現在幾度 如果引擎的溫度過冷 就要使用這種 所謂的工油的部分 濃工油的部分 讓他利於啟動 發動引擎 就以前化油器拉風門的概念 第二個 告訴引擎你現在的溫度是多少 以利於 整個系統的溫度控制 比如說風扇的運轉 因此呢 風扇的運轉跟這一個 所謂的溫控開關兩個非常 非常的有關聯 該轉不轉 或是轉不動 就會讓你整個系統超窄 然後呢 熱能 溫度 沒辦法抑制 我們常見 食物上遇到呢 就是車子里程數夠了 就到達 5萬啊10萬公里 然後這個風扇 其實已經勞化 所以你去摸他的這個風 這個抽風量 我們講排風量 那個摸起來那個風 比較弱 那他 就不足以把這個水箱 上面所有的溫度 溫度帶走 那你就是造成怎麼樣 系統超窄 一樣 也會變成爆漿的情形 所以你要去檢查你的這個 水箱風扇 好啦 我剛才講的有關提升的部分 水龜 水箱蓋 換強力風扇 或者是呢 把這個所謂的調節溫度 溫度開關的調節 這邊的一個 散熱機制呢是 水溫105度 通常都 大概都在這個溫度 水溫105度的時候呢 啟動風扇 風扇開始運轉 開始把這個 水箱進行降溫 降到什麼時候呢 降到95度或者是92度的時候呢 這個調節器啊就會讓風扇停止作動 然後等一下溫度又會 慢慢慢慢上來如此周而復始 所以呢整個系統的溫度其實應該被控制在95到105度之間 正負會有一些誤差但是如果你的系統超過110度甚至115度其實你就要知道你的系統可能是有問題 那更不要說你的系統的一個 極限是到125度因為125度的時候 超過水箱精啊超過這個 水箱這個水箱蓋 等等的負荷呢 他是就完全失效了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邊來看 還有一個呢就是像我現在示範的這個其實是他是一個加大的水箱 那加大水箱呢是一個終極的改法 大概 可以跟各位解釋就是說 像這種原廠的 水箱啊 通常汽車來講還有一些少部分的重機 這叫水櫃喔 是在這一個部位 是在這一個部位 然後呢 都會這樣子的焊起來 可是 各位你有沒有看到假設這是一個水箱的話 他真正產生的問題是 如果 水從這裡進去 生命會尋找出路 他會找一個主抗最低的地方 水流會這樣就 流走了 這裡幾乎沒有發揮什麼 正常的作用 如果水進來能夠很平均的下來 充分的使用這個散熱器 你的散熱效果是不是會更好呢 所以 這部份怎麼去研究他 來我再跟各位舉第二個例子 這裡有一個 一進一出的小水箱 請問你 這裡進去 這裡出來 水如何的循環 各位想通了沒有 這裡進去這裡出來 水如何的循環 好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各位你看到這裡有沒有 這裡被封起來了 這裡被封起來了 好這裡被封起來 水從這裡進去呢 其實啊這是一個水道 這是水道 水進去了以後呢 跑上來這裡 跑上來這裡 然後呢再繞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很有意思喔 水走這兩根管進去 然後跑來這裡這兩根管 跑來這裡 又從這兩根管跑來這裡 又從這兩根管 從這裡跑出來所以水這樣 一 二 三 四 出來 總共走了兩趟 所以水箱呢 這個散熱器就被充分的 發揮 每一個水道都被運用到 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再讓你看一個你就懂 水道是什麼各位 就是這個 我們的水啊其實在這裡面走你知道嗎 這就是管這是鋁管 走了以後呢從這裡進去從這一頭出來 從這裡進去從這裡出來 這叫水道 這就是水道你懂了嗎水道 那剛剛講的如何去在裡面動手腳 從水櫃 從水櫃 水櫃我們這裡面呢可以做一些阻擋 可以出改變方向 讓他在每一個水道12345678910 假設有10個水道 讓他在這裡面走得更平均一點 就是從這裡面去做 當然這是空的都還沒有做 上下水櫃 Sight Tank 英文叫Sight Tank 從這裡面去做 那再來就是一個FIM的部分 FIM的部分來我們鏡頭拉過來 鏡頭接近一點 各位可以看到這其實是一整片鋁片 他就走S型 S型 這樣子 S型一直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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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面 利用高周波 在水道之間把它黏合起來 如果我們把它破壞掉的話 你可以看到 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FIM啊這個散熱器 其實裡面你看到是機器有打孔的 打孔的 增加什麼增加散熱面積 所以這個FIM S型將一直繞繞繞繞繞繞繞 這裡的FIM 這個FIM如果 密度越高或者是說兩者的距離越小 表示科技程度越高 那 也就是說這個FIM的總散熱面積增加 可以帶走的熱 單位叫做卡路里 可以帶走的卡路里 越多 加大水箱的 效果 不見得只僅限於這個所謂的散熱面積的加大 還包括在系統中的所謂的水溶機 因為你的水箱變厚了變大了 所以裡面的水 可能從一罐變成一罐半 水 是帶走什麼 帶走你卡路里的媒介 如果今天水溶機變多了表示可以帶走更多的卡路里 然後呢 透過這個撞風的效應 把更多的熱能給帶走 這樣各位你懂了嗎 所以在我們改裝這個所謂的水箱啊整個散熱系統的時候 換加大水箱自有其必要 但是這個水箱的優劣呢其實在重機裡頭 以重機來講像這個Fin的距離 這個距離是 1公分 就10mm 那也有8mm的 甚至做到6mm的 那這個Fin的密度 這個Fin的密度如果越密的話 他就需要更強的撞風 如果Fin的密度越 疏鬆的話 在撞風就不需要那麼強因為空氣可以很輕易的穿過他 如果你越密集的話 表示風 空氣要穿過他 需要 會遇到更高的阻抗 要不他的風扇能力很強要不就是你要騎得快一點 所以Fin 雖然我剛才講了這個散熱期 越密代表科技程度越高 但是密 在擁擠的都會環境中 這種走走停停的情形下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要針對這種所謂走走停停帶來的高熱 比如說像美式機車等等 那未必就是要使用這種超高密度的水箱 你可能要把這個部分做一個放大 讓他的熱能夠更輕易的被帶走 好 OK 整個水箱系統我大致上 介紹完畢了 如果你 你還有其他問題 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呢 我們一起交換意見一起討論 同時記得 把Rainy的影片啊跟你的好朋友分享 請他們一起來 加入 訂閱Rainy的YouTube OK 今天就聊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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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